爆炒血鸭 爆炒血鸭是湘南一带九富盛名的传统风味菜 在民间的喜庆宴席中常能看到 它的原料有净鸭一只 鸭血两百克 姜一百克 香菇一百克 蒜苗五十克 蒜瓣五十克 调料有 红辣椒五十克 精盐五克 味精五克 醋十克 料酒十五克 酱油十克 湿淀粉十五克 制作的时候将蒜苗切粒 将野切粒 蒜 齐去两头 娃娃切粒 舌头 切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香菇去蒂切成小块 鸭斜切块 鸭斩下头劈开 将鸭嘴斩下 鸭肉去骨 鸭嘴斩下头劈开 鸭掌整形处理 鸭肉带骨斩成小块 鸭嘴斩下头劈开 鸭肉先斩成条 再切成丁 锅上火放入清水 加入鸭血 加入鸭血 再加入盐 焯透水后捞出 鸭头 鸭头 鸭掌 鸭翅 加盐 味精 料酒 马味 再加入干淀粉 再加入干淀粉 抓匀 鸭头 鸭腿下头劈开 鸭头 鸭腿下头劈开 入油锅炸 随后捞出 鸭头 鸭腿下头劈开 鸭头 鸭腿下锅滑熟 下锅滑熟倒出 沥油之后 锅从新上火加少量底油 放辣椒 醋 料酒 加入清汤 中 吸油跟烧采 随后把鸭丁鸭血倒入锅中烧至入味 勾芡 明油倒入蒜苗 装入用生菜垫底的盘中 马上炸好的鸭头鸭翅鸭掌其成 爆炒血压制作的关键是 炸鸭肉时会出汤 先避出装进碗里 等爆干水分之后 用旺火炒至肉色发黄 鸭血则可用避出的汁调匀后再下锅 它的特点是味道酸辣 咸鲜可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烧码